星期二有企业讲师刘永刚谈网络酸民现象 星期到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 黄金党的金融 小韩是你下班的黄金派档 咨询卖动全年放送 IFM月订月爱大家好 我是黄金党的金融 线上我们有企业讲师刘永刚 哈喽老师你好 金融好各位听众好 是这个时候除了收听广播之外 也可以透过IFM的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ifm.malaysia 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那今天刘老师来聊一聊 有关网络的酸民现象 那网络发达嘛 酸民就已发达起来了 老师你怎么看呢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那有时候我们发现到说 网络是给人的一种方便 但是我们却发现到说 人们就是借用这种方便 而开始怎么样的 在里面宣誓自己 所以你看这个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 尤其是现在呢 最近我们可以发现到 也许是警管令的关系吧 就很多人呢 他们很喜欢对一些贴纸啊 就是写一些很难听的一些 可能是有言辞 或者甚至是对某一些人 就是做出一种攻击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早认为 这些酸民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很喜欢这样子来去酸别人 好像感觉到说呢 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呢 其实酸民呢 他们是想要拥有一个存在感的 就是说他们要别人发现自己 可能在家里憋得太久了吧 没有就去骗人吧 所以这个是可能是存在的一个东西 所以老师你认为说 他们就是因为要刷存在感 要让人知道说他的存在 所以他故意写一些很煽动的文字 或者是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些文字 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所说的 比如讲今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如果只是说金融好 嘉宾好 那没有人会发现我们的 但是在里头如果挤了一些 很独特的 可能比较酸的一些 我们讲的一种言词的话呢 别人就会关注说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其实基本上这种所谓的存在感呢 是一种背后对这种虚 一种虚无的恐惧 和弱小本身的一种自卑感来的 也就是说他们平时在可能日常里面 没有人发现他 没有人尊重他 或者没有人赞美他 所以他就要借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让别人看见 让别人认同 所以人是这样子嘛 一马就是我们说 做到最好 最正确的表现 让人家看到你是人上人 第二种就是怎么样呢 令人家感觉到有点扎实 给人家有一种惊叹 所以他们就跑了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因为做好很难 做坏比较容易 是 那的确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政治人物 这个是常常会被酸民酸的啦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现在连运动员 他的可能成绩 没有大家如期或预期中的达标 或者是所谓的 那个成绩的话呢 也成为了网络酸民们 他们的这个攻击的对象了 这个就是让人感觉到很心疼的 尤其是刚过的奥运会呢 我们三十位选手 去到了这一个远去的日本 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啊 因为现在是这个 心情冠状病毒的这个情况嘛 所以去到那边表现的时候呢 我觉得很多人就 看到他们没有办法 领到这个奖牌的时候呢 就开始说 哎呀他们没有水准啊 他们很差啦 或者甚至觉得说 哎呀他去还比这个选手还要好了 哇也都好像是很离谱的那种做法 其实老实说 能够代表这国家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水平了的 只是说他们去到那一边 也许是整个情况 没有办法增加的表现 所以他们本身呢 就拿这些人来开导 所以好像有一些企业的政策也好啊 或者个人的举止啊 包括一些普通人 他们可能也是有受到这一个攻击的 只不过是呢 可能因为他们不是名人嘛 也不是什么政治人物 什么国家的选手 所以可能这一个呢 就没有人去发现 我们发现的也许是一些 比较是我们所讲的一些名人 那个只是冰山一脚的被拴啊 有很多人被拴了之后呢 他们可能说有苦也说不出来啊 因为他们是普通人而已啊 这些都是我们看到长期会发生的 是 我在想老师啊 除了他们要刷那个存在感之外 有哪一些你觉得是 为什么他们一直要去酸别人呢 他们要达到怎么样的目的呢 其实基本上来说呢 他们酸人的话呢 也许是内心长期的一种压抑 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些时候呢 他们对某些东西不满 未必对这个政治人物 或者是这个选手不满啊 也许他对某些东西 可能在上班的时候 有些人对上司不满啊 或者对老婆不满意啦 或者对他的生活不如意啦 他就用这种方式 好了 你就成为我的替死鬼了 你就成为我的一个可能说对象了 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宣誓 所以他他是用一种隐形人的方式来写双语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在整个名字来讲 他们是用这个匿名的 也不是用真实的名字 这样子不会给人家发信嘛 或者说呢 他们本身就是那一种 好像刚才有提及的 他可能在社会里面 他是一个渺小人物 长时间没有受到这个尊重 所以他们本身就趁这个机会里头呢 进行攻击 展示自己好像比较优越 好像很有远见的一种做法 这些呢 就是让自己感觉到说 他好像高人一等啊 甚至他认为自己 因为可以酸人 所以就走在这个潮流的前端 这个是我觉得 一种不可理喻的一种做法啦 其实这种酸人的一种举止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很无知 也是很无耻的一个举止来的 他们在表达不满 用这种攻击的一个情况底下呢 他自己认为很了不起 其实老实说 这些人的话呢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能力的 他只是吹牛而已啊 就好像有些人说 哎呀这个运动员表现这么差 我去的话肯定比他好 如果真的国家派他去 他真的能够表现吗 这个是多来讲的 只不过是他们会觉得 他这样子来说了之后呢 好像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一样的感觉 是 我觉得认可很重要 像我们人 往往呢 就是希望得到别人肯定 那只要是对方 跟我们的一些理念想法 不一样的 跟我们背道而驰的话呢 就是说 你跟我唱反调的话呢 我就要去针对你了 我就觉得说 你的是错的 我的是对的 我就要坚持 我所认为是对的东西 是 因为基本上 如果说在生活里头 比如讲今天 金融跟我见面 我可能口才没有金融好 那就变成说 当你讲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呢 我想要反驳你 我没有能力 我不敢 但是在网络里头呢 那就是好像属于那种 单向的一种沟通吧 我洗了之后 我也不用负责任 我洗了之后 你也没有办法来回应 就算你回应 我也当作没看到 这个就是他们会在网络里面出手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觉得说 他们就写了 就觉得说 我已经宣泄我心里面不愉快的那一口气 就够了 但是还没有想到说 可能会引起 可能整个社会的不安 或者引起一些人的情绪上的波动 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对 对方被酸的那个感觉是真的是很不好 是 好 那为什么酸了又酸 还是不愿意罢手呢 我们下一段再请老师聊锁定IFM的画龙点睛 IFM画龙点睛 现上呢 依然是我们的企业讲师 刘永刚 老师你好 嗨 敬龙好 敬中好 是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网络的酸民现象 那我们知道说了嘛 酸民他们为了要刷存在感 再加上呢 他们可能内心的 弱小的本 一些自尊 一些自卑 再加上呢 他们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 所以呢 可能在网络当中把自己的名字呢 隐藏起来 也不放照片 就成为了这个键盘侠 在网络呢 就是说一些可能不太好听的话语 来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 那为什么他们那种 酸了又酸 还是不愿意罢手的呢 这种呢 基本上来说 可以讲是 其实最终看流言的人呢 他们本身也要负上一定的责任的 因为酸民是这样的 他有一个心理反应 当他本身去酸了 他写了一些言词的时候呢 如果有人去给他反应 有人去赞他的帖子 或者是 认同 再继续的留言 认同他的话呢 他这样子的话 他就觉得 哇 我好像成了英雄 我所讲的话呢 是有人认可的 所以他就会开始怎么样呢 有了这个酸人的自信 那当然这边先声明 酸人有自信 不代表做人有自信的 所以他们本身就是有一种感觉 唯恐天下不乱 看到别人伤心 他这样子呢 他就会觉得很开心了 然后呢 在别人的伤口撒眼 是他觉得最大的一种热视 所以呢 如果不客气的说呢 他们本身的心理 其实已经出现了一种变态的情况了 也就是可能是真的是 这个警管令憋得太久吧 所以导致到他们精神有一种紧张 所以当他们紧张的时候呢 他们就要找一些事情嘛 然后去做 然后就变成说 对这件事情我不满意了 那我就提一些东西来酸一酸他 那人是这样子的 酸了这个人之后呢 得逞了 觉得不错了 那他第二次 他就会再出手了 那如果一直 我们可以说的 一直不断地去酸人之后呢 他会变成一个叫做俗人生巧的 慢慢就变成上瘾 也会变成一个无形的网络霸凌的一个杀手 他就觉得说 今天酸人是他本身的一种习惯 也是他本身的一个象征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酸民 那在网络当中 因为 大家都是在网络共同的使用嘛 那如果当自己的帖子 被这所谓的酸民攻击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要如何调适本身的心情呢 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那当然呢 有时候被攻击的时候 感觉是真的是很不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谁呢 是说怎么样的帖子 或者说谁会被这个酸民去攻击的 第一就是我们所讲的公众人物 包括一些网红啦 明星啦 艺人啦 政治人物啦 可能好像包括金荣宁啦 你有被人家攻击过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啦 大家的疼爱我 人缘都很好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可能就 他们觉得这些人很多人关注 就是所谓我们所讲的红人嘛 所以他们本身就出现一种妒忌 所以他们本身就会去攻击他们 第二种就是 他们本身有出现有去表演的 比如说运动赛事啦 或者说演唱啦 唱歌跳舞啊 表演的这些啊 就是他们如果在整个演出的过程 没有办法达标 别人就会觉得说 哎呀 没有水准了 所以这个也是会成为一个针对的对象 就像我们看到一些演讲比赛 讲的不是很好 或者在里面可能讲错话了 口吃了 或者忘词了 就给人家攻击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可能一些人的颜值 或者本身的价值观 跟自己本身有冲突 就像信聪刚才你有提到 哎 大家的想法不一致 所以他就有一种 纷纷不平的心理作用 进而采取了这个环境的措施 或者是行为举止呢 就是有些人他们本身做了一些事情 让人家看不顺眼的 或者对这个人有偏见的 所以就会做出这个人身上的一种攻击的 那当然了 有时候这个铁子 也许不会说引起很大的一个反 就是说一个反应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有人开始了去酸 所以每一个人看到 哎 这个铁子 人家好像有去关注的 有去酸它的 结果自己呢 也开始出现了那种想要酸人的感觉 也参与其中 这些都是会出现的一种情况 所以当然了 如果真的是我们本身的铁子 很不幸的 受到酸民的酸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做好如何的心理建设呢 第一个就是呢 我们觉得受害者呢 为什么他会去介意这个攻击呢 这个是我们要先去问问自己的 如果今天我们很介意的话呢 也许我们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讲了之后 可能影响到我们本身的声誉啊 影响到我们的名声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介意的一个原因啦 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我们本身有一种 就好像那个酸民所说的那样 就是有愧疚之心 就好像讲中了我们一样 所以你心里很不好受 或者觉得这个 被酸的感觉不好 所以呢 就因此呢 感觉到不受尊重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呢 其实老实说 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建设 假设对方所讲的是不对的话呢 我们不必去介意 因为这些指控都是不正确的 都是不是真实的 但是如果是追的 我们就不用去介意了吧 对不对呀 反正都说中了 虽然可能就是说 嘴巴说不介意 但是里面 心里面还是会不舒服的嘛 那如果我们被 这所谓的网络的霸凌 我们称为这个网络霸凌者的话呢 被霸凌者的话呢 我们该如何调整我们的心境 和做出应对呢 我们下一段再请老师聊 锁定IFM的画龙点睛 欢迎回来 画龙点睛线上呢 依然是有李永刚讲师 来说一说网络的酸民现象 我知道说 如果不幸的成为被霸凌者的话呢 在网络当中被大家文字啊 去中伤啦也好啊 不管是无中生有的好 还是呢 说中你都好呢 其实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好受的 那我们如果是成为了被酸的对象的话 我们该如何调整我们的心情 和做出应对呢 好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说 那么的不幸 成为了公寓这个对象的话呢 那我们本身先在这个心态上呢 要做出这个调整 那之后呢 在行动上 基本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 一些我们讲的应对法的 那我们所讲的心态呢 第一个就是呢 不要去理会他人无中生有的一种指控 那如果这个指控是不对的 这个指控只是说我无中生有的话呢 那我们本身只要问心无愧 那我们你本身也尽能努力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去管他人怎么来看待自己 就像刚才金融有讲说 哎呀 不管说可能嘴巴讲 哎呀 我不介意了 但是内心里面呢 还是有这种感觉的 很耿于怀的 一定会啦 因为人嘛 人都是有感觉的嘛 你直接写一些东西 就是针对我的 攻击我的 我当然会不好受啊 虽然说今天你不是用声音 你用文笔 但是看了之后呢 还是有一种 好像酸酸的感觉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去接受批评 有些人他们可能写一些东西 我们就是诚心诚意的去接受批评 但是呢 我们要记得说 其实老实说 今天我们所写的一些东西的话呢 我们不要去讽刺 或者是吵叫别人 那我们讽刺吵叫别人的话 一定会带给别人不好的一种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一些双民所写的东西呢 我们是否能够从这个他人给予我们建议 或者批评的这个角度呢 来去接纳这一些事情 那就不要说过于觉得他人在嘲笑和讽刺我们 这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建设 那第二个呢 我们所说的 这个心理上的一种建设的话呢 就是尽可能说 看到这一种东西的话 我们所讲的 你不去看它就没事了嘛 所以人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呢 很喜欢去挑一些可能有攻击性的一些言语呢 然后去读 其实我们要做的行动应该要怎么做呢 尽可能去删除 或者是隐藏那些留言 其实在网络里头 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些 可能说脸书也好 还是怎么样都好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隐藏某个人的一种留言 其实这些专民来来来去呢 也不是说太多了 就可能是只有那一些那一部分 所以如果他们本身是我们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粉丝群里面的某一撮人的话呢 其实我们本身就可以隐藏这个人 永远在我们的页面里头呢 不要出现他的留言 这个是我们能够去做的 那对于这一些所谓的一种酸民 比如说我们今天出现了一个可能贴子 或者我们做了一些行为 不是一个人在攻击啊 是一群人在攻击我们啊 所以我们本身呢就不要去一对一去回应 因为一对一回应的话呢 对方会觉得说哇 自己很了不起 自己受到关注了 比如说今天他攻击了一个名人 这个名人回应他 他会觉得说你看这个名人都很怕我的攻击啊 所以你看他都回应我 而且他可能还会把这个荧幕呢 把它拍摄下来 然后放上这一个自己本身的页面里头呢 去炫耀一番 所以对于这一些酸民的留言的话呢 我们要做到一个举止就是 不要去一对一回应 如果真的是太多人酸我们了 而影响到本身的一种名声啊 或者影响到形象的话呢 就好像有一些明星或者歌手 他们本身就会拍片来做这个交代 就是以这个大众回应的方式 因为他们有时候真的是受不了吧 所以他们就会做出这方面的一个举止了 如果是说个人方面的 只是个案这一种方式的话呢 就是说也不是太多的话呢 其实省市可以拉黑那一个酸民的 就是你不要他出现就好了 你也不要去看他 就好像有些人会跟我说 他们有时候会私下跟我聊起的话呢 就说他们受到某某人的 某个朋友的一种攻击 当然那个不是粉丝业 他们是个人的业面 我就跟他说很简单啊 你把他剔除你的朋友就好了嘛 他就不在你朋友里头啊 你就不用去管他 你拉黑他就好了 所以这些人是很奇怪的 那些人酸他 他又觉得我又要跟他成为朋友 但是对方都没有把你当成朋友啊 所以这些其实就你拉黑他 就不会造成任何的这个问题了 其实我在想 其实酸民他们留言的话 他们主要的是被得到认同嘛 那我写的东西 引起大家关注的话呢 我就沾沾自喜的 我就觉得说我的满足感成就感很大 那如果没有人去回应他 或者是他写了 没有人去符合他 去跟他的同样的一个脚步的话呢 我觉得说他会写了之后 他会很无影啊 又觉得说 好像大家都不认同我的这个观点 他就自然而然的 他就可能就会停下 那个所谓的攻击了 对这个就好像吵架一样嘛 一个人不可能吵架嘛 就是两个人嘛 就是我骂你 你也骂回我吧 这样子的话才有一种 我们叫做很过瘾的感觉嘛 就是因为你骂我 我又不出声 我反而还低声 下记忆跟你点头 跟你道歉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 算了 我也骂不下去了 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本身面对这一种留言的话 如果是一种酸民的留言 其实可以完全不做任何的回应 完全不去回应 那如果存在威胁感的话呢 其实如果他真的存在着威胁感 比如讲 比如讲 当然了 各位听众不要去学 就是说他们可能说 那个威胁感就是说 可能是有一种 可能跟你讲说 哇 你在做这样的举止的话呢 可能说 我就会对你采取什么什么行动 或者说你总是去的时候 你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你讲出 你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这个是存在这种威胁 意思说他本身就是 让你自己觉得 好像没有安全感 好像你今天生命受到了危险 其实我早建议 如果今天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备案 就是可以去报警 去备案 其实现在我们讲的这一种 马来西亚法律呢 也有保护这一种网民的 如果真的是里面呢 是一种诽谤的一种言论的话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采取 告对方的一种提示的 告不告得进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最少我们做了一些 应该要做了一些局势 尤其是备案啊 如果觉得真的是受到威胁 那去备案的话呢 其实是对我们自己本身 有一个保护的 是好 那我想呢 其实我们要善用这个网络嘛 要做一个明智 跟有素质 跟有礼仪 到的网络礼仪的一个使用者 那下回来呢 我们再跟李永刚老师 再聊锁定iPhone的话 龙点睛 继续来关注这个网民的部分 那我想呢 其实网络使用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你善用它的话 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 那如果你是不善用它的话呢 就变成一种伤害了 那其实说到这个网民的现象 那不晓得李永刚老师 我们可以怎么做 才可以呢 让这个网络世界 可以更加的干净 其实我们本身做人嘛 就应该做好一个 我们讲的一个好榜样 就是说至少做个有素质的人 这个是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 可能说自己本身 不是那么满意的事情 或者看到某一些事情 是说我们有一种 心里很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我们可以选择 完全不去评论啊 就是你看过了之后 你不要 那你就不要去评论 就一笑自知就好了 一笑而过啊 对啊 一笑而过啊 看了之后觉得 哎呀我就是不喜欢 那我就不要看就好了嘛 那你至少说 你不要去攻击别人 让别人感觉到不好受嘛 我们要对事情 可以做出评论 但是我们不要做出 人身攻击 因为人身攻击的话 就是让对方 可能感觉到不好受 或者甚至是说 你本身比如说 你不喜欢一个政治人物 但是也不要进行诅咒嘛 我有时候看到一些 可能在一些电子报里头呢 哇 一些留言 哇 我真的是 看了之后 我都用你把我们看 哇 他们真的是诅咒对方 甚至诅咒人家全家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是很没有水准的 真的不要说人家没有水准 是这个网名呢 这个本身的这个评论人呢 他没有那个水平 这个是我们本身 看了之后 不要去评论 这个是最好的一种做法 无声声有声嘛 所以呢 评论他人之前 其实我们要做的东西 就是要先点试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虽然有权力去批评 因为言论自由嘛 但是我们问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资格呢 如果没有资格的话 自己又做不到 我们就不要去办专家 如果我们办专家 就会让人家感觉到 这个是一个令人笑话的 所以如果我们本身 能够换个角度 来想想说 如果我们本身 也是如此被对待的话 我们有何感受呢 所以将心比心啦 我觉得 如果今天换做那个 我们是被 被你写的那个人的话 或被你所谓的 攻击那个人的话 感受是如何 是啊是啊 当我们有去这样想的话 我们就 不大敢去动笔 去写这样子的一些 不好的一些话语了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呢 就是去学习一些沟通术吧 认同别人的付出 肯定他们 那看到别人的贡献 不是只是评论他不好的一面 人虽然是说 常常会去发现别人的弱点啦 但是有时候呢 也要从优点方面呢 去看待别人 不要只是什么东西 都是冲击别人的 如果真的是对那个事情 好了 不满意了 好 拿出理据出来 什么东西不满意 然后有什么 建设性的建议 我们要写出来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评论员 他们虽然是做的评论 好像是在批评 但是这些评论员呢 他们本身都会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啊 所以这个就是呢 他们本身有一些充分的理由 来做出这个评论的 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狗长 就是象牙般的 无论去批评 只是在骂 只是在讲 只是在指责 但是呢 却没有出现任何的一种建设性的建议 这些都是我们不该说的 是 所以我觉得啊 在这个疫情之下 其实很多人的生活都很辛苦了 大家都很大的压力 我常坚持生活当中 每一天起来 告诉自己要做三好 包括做好事 存好心 说好话 那其实当你呢 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一举一动 就秉持着所有都是好的话 你发现到其实 你的身边是很多的爱 跟很多的正能量的 反而是很多正面的磁场 都一直围绕着你 是啊 因为我们如果说 经常讲好话 做好事的话呢 我们身边也会 经营着这一群人 来到我们的身边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去酸人的话 其实我们出现身边 跟我们 都是负能量的人 都是负能量的 然后我们身边所交的朋友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本身的数值 也会因此而被拉低 所以他们在这个奥运会的时候 就说 马来西亚的教育出现了 其实我很想在里头回应的 但是我又不想给这些酸民 有太大的脸 或者给他们反攻击 其实我在这边 就跟各位听众讲讲 其实不是马来西亚的教育出现问题 这个是个人修养的问题 心智上出现了一些毛病 其实他们是真的需要去 辅导辅导一方 所以才能够真正的去显现 个人的一种素质 是 好 那评论的话 代表是个人的形象了 那也凸显出一个人的素质 是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我刚才看到 在评论里头 有一位听众有提问 他就说如果在评论的 也就是说这一专民 是我们不认识的 所以我这边就回应一下 就是说 我们就直接拉黑对方 其实是可以直接拉黑的 他可以进去里头 就是直接不让对方 在我们的页面里面去留言 那这样子的话 对方就不可能再出现了 也看不到我们的帖子了 如果是太多的话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那我们就要自我检讨一下 是不是我们本身 得罪了很多人 还是我们所做的东西 得不到他人的认可 这些也是我们要自我反省的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 李永刚老师的分享 谢谢你 好 谢谢 希望大家就是当一个 网络的文明使用者吧 好 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 那如果大家想成为老师今天的访谈的话呢 都可以到IFM的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ifm.malaysia 点击视频